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繼續講完我和好朋友阿一的故事 如果你還沒看過上集的 建議先看過再來看這一集喔 那我們就繼續未完的故事吧 當時憑著高中在校的好成績 我成功推薦入學進入了我的第一志願 繞了半個台灣 跑到南台科技大學展開了我的大學生活 而阿一也順利的考上了大學 我們都忙著應付精彩的大學生活 距離的關係 我們也更難見到面 索西那時候開始 我們可以透過MSN互傳訊息聊一些垃圾話 他大學後交了一位女朋友 雖然沒有給我看過照片 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用大哥教導小弟的方式跟我說 上大學就是要交女朋友 你也要加油一點 現在仔細想起來大學時的我們好像真的沒有見過面 有時候和暑假回到家了 我手上拿著電話想要撥給他喔 想像以前那樣找他出來玩 但我會莫名的感到很害怕 他會不會在家 他會不會有別人要陪啊 他會不會覺得我很煩 我好幾次像這樣拿著電話按了號碼 最後一個數字卻沒有勇氣壓下去了 後來我放棄了 打算等哪天他自己打給我 他就像人生遊戲中指甩非常順利的玩家 該有車子的時候有車 開始能走到戀愛事件格上 他也可以馬上站上去 一路走來他都照著這個社會的期望讓自己成長 對比之下我一直在原點附近 而且沒有打算走出去喔 我覺得我跟他差距越來越大 連打電話給他這件事情都開始害怕起來 一直到某一年的某一天 他罕見的用手機傳了簡訊給我 我心裡想著 齁 終於想到我了齁 打開手機後看了內容 我那天在租屋處哭了一個下午 我很了解他叫我不要去看他是認真的 因為他就是自尊心那麼高的人 他在我面前總是像個大哥一樣 他想成為的是照顧人的角色 而不是需要被同情的角色 我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絕望了 在他告訴我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比之前更常用MSN聯絡了 像會聊到說因為灌籃高手 我在大學時也加入了系蘭 他也會跟我報告一下他現在在做什麼治療 為了治療需要做骨髓配對 還在找有沒有適合的人 同一年我拿到系上交換學生的名額 準備在暑假的時候 開始去日本神戶的流通科學大學 為期一年的交換留學生活 而阿姨也跟我說 他骨髓配對成功了 有適合的人願意捐贈 近期之內就可以手術了 他那時候還會開玩笑的跟我說 不知道捐贈的人是怎樣的人 會不會到時候他頭髮長出來會變捲毛呢 知道他的病情有了希望 還能久違的跟我這樣嘻嘻哈哈的 我鬆了一口氣 約定好我從日本回來後要買禮物去送給他 在那之後一定要健康的好起來 我到了日本後還是繼續的跟他在保持聯絡 在這段期間內他的手術成功了 但是需要長時間在家休養 就像前面所說的他不是一個想成為被照顧的人 即使在這樣的狀態下 他也想做點什麼事 他非常難得的請我幫他的忙 找看看有沒有什麼家庭代工手工的活 讓他在家裡也可以有事情做 不然一直待在家給家人照顧 他覺得好窩囊喔 而當時我以為他只是想培養個在家也能做的興趣 我還推薦他我們家附近的一間黏土教室 我想他應該白眼翻了很多圈 就像這樣我們會時不時的分享彼此的現況 不知不覺我一年的交換留學時間也來到了尾聲 而阿姨那邊卻傳來了不好的消息 他告訴我本來已經控制下來的病情 不知道為什麼又復發了 他感到很焦慮 但事情也不是完全的絕望 之前捐贈骨髓給他的人 願意再捐贈一次給他 捐贈骨髓這件事是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痛 因此他超級感謝這位捐贈者 他必須再進行一次大手術 除了給他更多的鼓勵與祝福外 我什麼也幫不上忙 在回台灣前我買了一套日本的浴衣 打算等他出院後要親自送給他 但在上次他說要進行手術之後 回到台灣就一直沒有再收到他的訊息 或許他真的元氣大傷需要修養 或許他還不方便用電腦 又或許當時的我不敢再多想 那一年孫燕姿唱了雨天 我在房間裡聽著這首歌 想說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我就拿起電話 多打著國小時就一直記著的電話號碼 打過去後接起來的是阿姨的媽媽 那…已經不在了嗎 那…已經不在了嗎 喔…我是家裡不疼啊那一個 那… 對阿 我去日本讀書才剛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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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勉強的擠出了這兩個字後 就趴倒在床上大哭 距離他的離世已經有一段時日了 我還是常常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想起他 覺得像他這樣優秀的人居然會先早走一步 而像我這樣的人卻還活著 我很喜歡海賊王裡面 希爾爾克醫師跟喬巴的那一段 人什麼時候會死 也就是沒有人記得他的時候 不管好的壞的我都想把他記住 我希望我能連他的份一起活下去 今天把這段故事分享給大家 希望看到的大家也能幫我一起記住他 哎唷 對照片